Hello,大家好 就是如果说让你尊重每一个人 你可能会比较难做到 我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你的内心放一个潜台词 就是都是祖宗 就是你不管面对任何人事物的时候 你就说都是祖宗 这样你就恭敬的起来了 这样也就尊敬的起来了 其实这个是我奶奶教我的 她没有教我 但是她经常在我面前说 你们都是祖宗 你们都是祖宗 我想我的爷爷和奶奶是真佛 他们非常的可爱 然后非常的懂这个世界的道理 比如说爷爷就教我一句话 叫永远别瞧不起人 那奶奶呢 就是总是有的时候会说 你们都是祖宗 都惹不起 虽然她是自言自语 但是 我们就把这个潜台词放到心里 这样的话就能做到 不会瞧不起人 这样就可以做到对人事物多恭敬 加油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